怎么样 龙哥呀 如山三宝吗 不不 等会儿 我怎么听了半天 我觉得你还是只介绍了一个二宝 没介绍第三宝啊 你别着急 它什么都得是徐序渐进 除了茶叶还有什么 牡蛎是一宝 茶叶 绿茶是一宝 接下来 这一宝 我跟你说 大冷天的你一看你这一宝 它有暖身的作用 哎呦 这是这么大功效的 暖和 来 邀请我的第三宝 来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潘舟 是这个鱼扇印 是个兼指 一爪要好者 听见没有 兼指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剁品 你一一给介绍一下 这是鱼扇散包 这个是母离 鱼扇母离 这个百里跳仪 百里跳仪 就是百里跳仪的意思 哎呀 这个多好 谐音 这是鱼扇散包 鱼扇铝茶 养生精华 这第三宝是鱼扇大酱 鱼扇大酱 什么 鱼扇苗范 大酱 酱 大酱 哎呦 我们古话叫大酱 你说这么热闹 和这乳山第三宝 就是那炒菜用的 那个调味的 那葱姜蒜的酱 咱这乳山的酱 哦 这就是乳酱 它这个酱啊 色泽金黄 而且呢 皮薄 这个酱肉呢 特别特别的饱满 对人身体太有好处了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咱们这个酱有什么特点 我们鱼扇的酱啊 不但呢 可以当这个 呃 可以鱼油 我们鱼扇的酱 还可以当食品 还可以煲烫 还可以这个炒菜用 这个乳山啊 因为环境好 因为吃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这个纯天然的 哦 这么好的食材 哦 所以我们这个乳山人啊 哎 还特别特别长寿 龙哥 你说到这儿 我才明白 为什么咱们后面这上面写的是 养生福地 对对对 养生福地 怎么和这大疆还有关系 我们那个大疆 概念上说 你们这就是调味品 实际上做法很多 你看 奶奶来了 眼前这位老奶奶 名叫于青枝 今年九十岁高龄 是乳山众多长寿老人之一 别看她年纪大 耳不聋 眼不慌 日常生活起居 都不用人照料 是个乐观开朗的老奶奶 还能跟人谈生意 卖牡蜜 说到长寿的秘方 她老人家 可是有自己的独家秘诀 奶奶 您给我们端上来 这是什么呀 这是牡蜜汤 牡蜜汤 牡蜜放大姜吗 大姜鸡蛋 大姜鸡蛋 喝了长寿 喝了长寿 大姜喝了不得病 我得先来着 奶奶 这个是我们卤山当地的一种 家家都吃的家常的做法吗 对 家家都会吃吗 我们都喝它 喝它长寿 喝它长寿 奶奶您今年高寿了 我今年九十 多大 就是 朋友们 想长寿吗 来我们乳山 喝大姜牡蜜汤吧 奶奶九十岁 我觉得那个 耳头也不聋 爷爷不花 不花 奶奶您平时在家里边 家里人伺候您啊 还是您给他们做饭啊 现在媳妇病了 我伺候她 四伯的一对 没分家 四世同堂 没分家 孙子 孙子 虫孙子 那我想问问您 咱们家里边也是 也是卖这个牡蜜吗 我从一会儿吃这个牡蜜 就是我二的 奶奶今天咱家收成怎么样 今天收成挺好的 比如说您家里边没人 突然间家里来电话了 就是要 要 要从您家里买牡蜜 您能打电话 跟他们说清楚这事吗 那我可不信 钱呢 我都不买 贵了我都买 奶奶真说实话 便宜了不买 贵了才卖呢 现在 现在奶奶 比如说 他们现在要给您打电话 问您家里边的牡蜜 卖多少钱 怎么卖 您能跟他们说吗 卖 一块五 一斤 一块五 太便宜了 你现在 你现在给奶奶打电话 我先打呀 我先打 奶奶这么大岁 我得温柔点 不要紧 手机 手机 好好学 好 没问题 奶奶生气了 奶奶说你好好学还 是牡蜜奶奶吗 是 听说你家的牡蜜好好大 好好吃 好好弄 好好多数钱一斤 多少钱呢 对呀 一块五一斤 我要不要喝多一些便宜点点好吗 少了不买 妈咪说了 好 这是温柔的 路遥 你给奶奶打电话 奶奶啊 那个牡蜜今年收藏咋样啊 收藏挺好的 挺好的呀 那么那么多牡蜜 你给我便宜点行不 便宜不行 便宜不买 多少钱一斤呢 一块五 一块五也行啊 好吃吗 好吃 那个新鲜吗 新鲜 拿到我们这儿 我怎么也山东化了 这个 拿到我们这儿 我跟你说 反正奶奶就是一句话 便宜了不买 收你了 一块四也行 不是烧了不买吗 就是大力的肥的 少了不买 奶奶你看这生意精 九十岁了 还打电话做生意呢 乳山人 不得了 了不起 感谢奶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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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